特斯拉執行長週三出席紐約時報年度Deal Book高峰會市井AI比核彈還要危險 他跟預言三年內就能發展出超級智慧AI 不只能發明新技術或是物理學新發現 還能寫出像哈利波特一樣好的小說 讓他對人類未來很悲觀 通常AI晶片龍頭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同樣預言 能自我思考和學習的通用人工智慧AGI 最快五年內就能和人腦競爭 不過面對美國對中國大陸 實施晶片出口禁令 要讓供應鏈產業回流本土 但黃仁勳坦言美國想要晶片獨立 恐怕還要至少10到20年才能實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